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踏入崭新的2022年了 大家都期盼新的一年许下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在南美洲的秘鲁 当地人每年都会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举办愿望市集 那这个从1999年就开始举办的年度市集 其实是源自于当地的原住民 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仪式 愿望市集除了让民众可以购买迷你模型 也可以预测来年的运势进行花育 为自己和家人祈求新的一年一切顺利 摊纸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迷你房子 汽车还有各国钞票 放一望去让人有种目不暇己的感觉 这里是秘鲁首都立马的愿望市集 每年一到年尾 许多当地人和游客都会来到这里逛一逛 希望借助买模型道具 能够实现心中的愿望 而且这种你想到或想不到的愿望 通通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 除了购买迷你模型讨个好彩头 民众也可以选择进行花育仪式 当地人相信 通过萨满巫师的祈福 把象征星云色的黄色花瓣撒在头上 可以净化全身 为接下来一整年带来好运 两年的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挑战 虽然愿望市集不能够让民众立即梦想成真 但是透过所许下的愿望 一步步地朝着目标前进 寄望明年会比今年来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